铁岭新城区一块为本山传媒预留已久的黄金地块居然以6.8亿元的价格由铁岭市园林管理处尽得 而后者仅为铁岭市财政局全额拨款的副县级事业单位 在这一不符合市场常规的土地出让的背后是一出土地带池的二人转 铁岭新城业绩破绽为节已等不及本山传媒出手 有关方面才出此招 对此次拿地的合规性 有说法是园林管理处原计划专设公司运作上述项目 但该公司尚在注册中 眼看铁岭新城的业绩承诺大限将至 不得已才由园林管理处直接出面仓促摘牌 然而一个不具备房地产开发资质的副县级事业单位 何以拿出6.8亿元参与经营性建设用地招拍挂 资料显示 铁岭市园林管理处隶属铁岭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主要负责铁岭市园林绿化的规划建设和日常养护 管理处日常运营资金都由市财政局统一批复和拨款 而铁岭市财政局正是铁岭新城实际控制人 值得一提的是 铁岭新城区这一黄金地块实际是给本山传媒预留的 但本山传媒目前还没有正式拿地 从已公布的地块用途看 文化设施也与本山传媒业务相符 而就在投资意向方 本山传媒迟迟迟未能出手的2012年底 有关方面不得不为了上市公司的业绩承诺 导演一出自卖自买的二人赚 完成形式上的市场交易 今天早盘铁岭新城滴开滴走 截至到5千收盘 帮收于10.43元 大跌了8.67% 有主观 花周首 有主观 该